在河南郑州 中秋团圆宴的预定持续升温 各餐馆在传统菜品的基础上 融入中秋团圆的元素 开发创意新菜 同时将传统玉剧表演搬到了餐馆里 受到顾客们的欢迎 在河南郑州 一家经营传统玉菜的餐馆 推出的中秋团圆宴 唱主角的是当地团圆必备的 红烧黄河鲤鱼和挂炉烤鸭 除了传统菜品 他们还推出中秋主题创新菜 淮山药和山楂做了两道菜品 用淮山药打成泥 然后做成一个象形的 其实这两道菜也是甜品 也代表着甜甜蜜蜜 团团圆宴的寓意在里面 这家餐馆的中秋团圆宴 8月中旬就已开启预定 临近中秋 最近的预定量持续增长 而在另一家茶文化餐馆 推出的茶菊百合 用百合搭配信仰毛尖茶制作而成 自适合秋季润肺又有祝福 团圆的美好寓意 他们还将各种茶叶及陈皮 融入月饼 制作出花色和口味不同的茶香月饼 同时还将传统玉剧表演 搬到餐馆里 受到顾客的青睐 今夜的种球家演到目前为止 咱们店的预定情况一定达到了 百分之八市到百分之九市 也没有这种研究 感谢 明分之八市 不敢 断